嗨,大家好,一年一度的斯福兰八折大厨又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 我发了一下自己的购物车 基本上都是买了一些就是回购的产品 而且彩妆特别少 大部分都是护物品顺便的囤一下 那么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哪些就是我在斯福兰买的贵无线回购的产品呢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经常会囤的就是卸妆油 我之前特别喜欢的是Bosha的这款 这款真的特别特别好用 叫Makeup Breakup Cool Cleansing Oil 它是一泵就可以把全脸卸得很干净 而且它的质地是就是比较粘稠的一种质地 所以就是手感也特别的好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对我们这种吃头女孩来说 这一瓶非常小非常不经用 大概就一个多月两个月之内肯定就会用完 所以到后来我就只好去寻找一些其他的卸妆油的选项 后来我再试用的一瓶就是倩碧的这个 take the day off 倩碧的take the day off 这样子全脸卸得也是很干净 而且这瓶非常非常的耐用 我已经用了它可能有已经两三个月了 然后感觉才下去了这么一点 当然这中间我还参擦着用其他的东西 但是这瓶真的就是相比来说 对这一瓶Bosha耐用很久很久了 但是我上次次Bosha打折的时候 囤的这个Bosha卸妆油还没用完 所以其实我这次的购物车里面并没有任何卸妆油 因为我有一瓶Bosha 还有了另外一瓶神秘的卸妆油还没试 试完好用的话再给大家report 试完卸妆油呢 洗面奶我没有什么经常会在斯福安回购的 之前我很喜欢Bosha的这一款同款洗面奶 但是后来我觉得那个跟这个卸妆油一样太不耐操了 这个就是一两个月都会用完 而且它比便宜 所以就心很同意孤女孩 但是这个卸妆油的同款洗面奶也是很好用的 很推荐大家就是各种复制都可以用 干皮用完之后也不会觉得很干 完了就该说到爽肤水了 爽肤水这个东西我用起来是特别特别不快 我在购物车里面放了两瓶Urgins的军孤水 我手边已经没有已经用完了 就是搬家手都把空底给丢了 所有小伙伴来找我推荐 搬布水的话我都推荐的是Urgins的军孤水 可见它有多么好用 豆皮的小朋友会觉得很舒缓 然后干皮的小朋友觉得它又有一点点那种粘稠度 所以用完感觉也挺补水的 对 而且那个味道我挺喜欢的 Urgins军孤水我已经用了可能不止五瓶了吧 但是那瓶也是一样就是稍微贵了那么一点点作为一个在脸上停留不是很长时间的产品 然后去年大车的时候我又尝试了一些其他的爽肤水 成分表现之后很大一部分是油份 所以油皮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喜欢 然后容易爆痘的朋友们可能也不是非常喜欢这种油份很多的爽肤水 但是这款的好处就是它确实便宜一大碗 然后还很耐用 因为它比较稍微粘稠一点 不是那么容易被化妆棉吸收吧 就每次动量有点适 我还尝试一款就是这个 Algenist Algenist 的这个补水爽肤水 这款爽肤水吧 怎么说呢 虽然感觉上起来就是比那个Algenist的菌菇水更加便宜大碗 可是这个用的真的很快 我这不到一个月我就已经用了还剩这么一点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用起来特别特别特别快 所以我觉得就性价比而言 这一瓶倒还是不如运动支援的那个菌菇水 可是这也是一款就是干皮比较友好的爽肤水 用完之后有比较强的补水的感觉 是有点类似于剥尿酸的那种配方吧 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是你买一下 也不知名 就是也是挺温和挺专业的一个护肤品牌 说完爽肤水 有一个特殊的面膜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脏哦 我这个瓶子 这个RAN的 一分钟面膜 这个也是我的好机友大胆种草给我的 这个姐妹给我种草好多东西 其实我是把它当做那种去角质膏来用的 然后它挤出来是那种有点绿绿的 正确用法是你先把它 就是在皮肤上那么大全 布满整个脸 然后你再加水再按摩一分钟就可以洗掉 然后等一下你洗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脸简直就是比宝宝的屁股还滑 就是不管你皮肤有多么多么的粗糙就是洗完马上就会变得很滑 这个真的很神奇 它主要的配方是维他命C 所以晚上比较适合晚上用 而且会有一定的美白提亮的功效 你皮肤特别敏感的时候最好不要用这款产品 然后其他来说这个牌子的护肤品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天然的 而且你用完这个一分钟面膜之后 必要马上跟进补水 不然你的皮肤会变得非常非常干 只要做好这一点这个产品真的就是很好用 只不过我还剩下大半瓶 所以就等到我用完之后肯定还是会回购的 剩下的护肤品会回购的就是这个自身上的红腰子 大家应该也是知道我多么多么的喜欢红腰子 没了它不能活 已经用了可能三四瓶了 就是一个维稳很有效的一款产品 就是用它之后皮肤的状态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 好的一个水平 我还会继续用下去大 虽然很贵 然后我会回购的护肤品差不多就到这里 彩妆的话像我之前说的 因为很难用完一款彩妆 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回购彩妆的 但是我还是可以给大家重造的一些彩妆产品 比如说这款Too Faced的Tagover的妆前乳 有那种很好闻的椰子味道 而且特别特别适合干皮 涂上去的时候感觉是面霜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抹开之后就会有一点点黏 就是一般妆前乳有一点点黏的话 就会让粉底很好的粘上去 然后持妆效果也会比较好 所以这款是一款特别特别适合干皮的妆前乳 我觉得是 而且这是一款无归的妆前乳 所以就非常适合用归会导致毛孔毒色的小朋友 还有一款妆前乳是我逢人就会推荐的 就是一般有人问我说 哎呀快给我推荐一款妆前乳吧 我说一件什么皮啊 混油皮 混干皮 油皮 我都会推荐这款 插帮D的羽毛妆前乳 然后它也是有点类似于那种乳液面霜的质地 但是这款是无油的 然后上面就是感觉一点不闷 因为是无油没有油没有香精的一款妆前乳 所以应该也很适合就是油性皮肤和比较敏感皮肤的位置 然后这款妆前乳就好像我觉得看望D家的彩妆就是都是非常非常的持久 然后这款妆前乳就是能让你的彩妆更加的持久 然后我感觉这个也不是一个规底的妆前乳 所以反正用过的朋友们都说好 我感觉我真的蛮喜欢买妆前乳的 虽然我用妆前乳我不是特别的勤快 然后遮瑕也是我用的特别多特别快的一款产品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就是以前我特别喜欢看望D的那款 Lock-in是叫Lock-in吗 看望D的一款遮瑕 我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那款遮瑕 就是遮瑕力度高 然后也不会卡粉不会分解什么的 但是唯一坏数就是太贵了 就是不是贵就是用起来特别快 就是一款遮瑕我基本上一个多月 一个月多一点就会全部用完 然后真的就是钱包受洗的消耗 所以自从最后一款看望D的遮瑕用完之后 我就开始想尝试别的遮瑕吧 上次打车的时候买这款NARS的遮瑕 就是这个小圆罐罐 我一般不是很喜欢小圆罐罐的遮瑕 因为觉得那种就是感觉很waxy 就是有那种辣的感觉 可能会卡的到处都是 但这一块完全就不是 它的质地是没有那种辣的感觉 就是一款遮瑕度很好的遮瑕 其实我还没有用多少 但是我这次已经回购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来遮眼下 或者是其他地方遮瑕度都非常高 而且质地我也很喜欢 延展度也很不错 而且我觉得这一罐应该能用的时间 比卡光D的那个长一些 我觉得可以撑到两三个月吧 对 所以已经回购了这一款 我没有用几次的产品 但是我看了很多那种review 看了很多人的测评 觉得基本上大家都很喜欢这一款这下 继续留在底妆这个系列里面 就是每天化妆 不管化什么妆 必须要用的当然还是残粉 我这款罗尔蒙西叶上次的打折买的 到现在还没有用完 是专门用来遮眼下的残粉 叫secret brightening powder 它主打的是就是 它会有一点提亮效果 但是其实那个提亮效果 我真有所谓 就是它里面有很细很细的成粉 主要就是因为它很细 然后再用来遮眼下的话 就是很不容易卡粉 所以对眼下容易卡粉 比如说像我本人 这种的小仙女呢 就这一款散粉就真的很合适 因为我记得我在买这款散粉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很稠 就是眼下卡粉这件事情 因为我就是窝残很大 然后平时笑了很多 所以眼下就很多很多的细纹 所以就是非常需要一款这样的散粉 然后另一款散粉呢 也是我上次打车买的 然后还没用完 是这一款植村秀的小灯泡散粉 走 别在意 这个小灯泡散粉呢 它好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是我至今找到的 唯一款散粉里面 就是如果你铺在你的底妆上面的话 是不会带走那个光泽感 这个里面就是每一粒粉 外面都是被油所包裹的 我会觉得很干 然后没有那种亚光感 保持了粉底的光泽 我觉得很少有散粉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还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散粉 等我用完之后就会再回购的 而且超大一罐 可以用到地老天皇 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然后定妆喷雾 特别特别喜欢这一款 makeup forever的定妆喷雾 maste and fix 对焦 也是我的既有大兰种草给获它 因为这款定妆喷雾 我比较喜欢在冬天用 因为它是就是你喷上之后 感觉脸不是那种被喷了一层 就是头发的定型喷雾 hairspray的感觉不是 因为很多定妆喷雾就是那样的 为了能让你的妆容更加持久 但是你用完这一款 就是你感觉你的脸还是能呼吸的 感觉更像喷了一个爽肤水之类的东西 它也会让你的底妆看起来融合的更好 这是我冬天喜欢的一款定妆喷雾 夏天呢就比较喜欢这款Urban Decay的all nighter 这应该是算是定妆喷雾的皮组了吧 我比较喜欢在夏天用它 是因为它有一点那种 就是你喷上定型喷雾的感觉 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的喷雾非常非常的细 还有一点就是它在夏天很热 很容易就流汗脱妆的话 它这款是真的很冷 就是把你的妆容全部锁在里面 喷完之后妆效也是很好看的 因为它的喷雾非常的细 但是我觉得这一款呢 是没有Make Up For Ever那一款那么的补水 所以我比较喜欢在夏天的时候 用这一款定妆风物 这应该是我今天会说的 唯一一个彩妆彩手 这一块饼呢我已经回购了 现在正躺在我付的前的购物车里 是Sephora的Los Cabos 这一块修容饼呢我也是熟悉的人都知道 我也用了满长时间了 这个真的就是便宜大碗的代言词 我之前是很喜欢用那个Benefit的乌拉粉 用了大概有两三盒吧 但是乌拉粉它的粉压不是很实 所以用起来也就很快 这一块呢大概是乌拉粉价格的一半还不到 因为我知道在加拿大斯布兰它打折了 原来好像是19刀 现在只要11刀就可以买到 现在就是45不要钱 这一块呢压的比较实 然后用量也比乌拉粉大很多很多 而且它的颜色呢也比乌拉粉更加偏凉一点 偏凉一点偏冷一点 所以更适合用来修容打阴影 所以趁现在打折大家还在等什么 赶紧囤一半 这块好像是我上次打折 买到现在还没用完 最后还给大家重讨一个 如果是刚刚开始结束高光 然后不想让整个脸闪耀的 像夜空中最亮的新的话 这一款自然型的高光 我很喜欢是Clinique的 Uplighting Illuminating Powder 色号是1号 真的很脏 因为搬家过后 真的所有的东西都很脏 也是一款非常便宜大碗的高光 就是颜色是 对就是很像皮肤自身散发出来的光泽感 所以当然我应该不会够的 我觉得我这辈子也用不完这一关 这一关很大 有快10克的高光 你说我要用到哪一年才用完 但是如果想要一款自然的高光的小朋友们 我特别推荐这一款千币的1号 最后一个 我差也忘记说了 还会回购的就是这个 玫瑰小蓝罐橙膏 这个橙膏呢 我这次也是没有回购 因为就还没用完 上次用了 我记得我第一罐这个橙膏用 可能有一两年吧 然后才完全用完 这个橙膏我就是很喜欢晚上的时候用 你可以涂厚一层 然后早上起来嘴唇就变得很滋润 而且成分也很简单 效果也很好 味道我也很喜欢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应该会一直用下去 而且这应该是似乎来最便宜的唇膏了 我觉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能有给大家种几棵草的话 欢迎大家分享我的视频 然后也别忘了给我一些弹幕和留言支持 我的微博和Instagram会在这边 或者这边 我每次都搞错 真的很伤心 很蠢的女孩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视频内容 也欢迎在留言里告诉我 我会尽量满足大家的心愿 好了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希望你今天也过得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